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赛赛在第一盘前半段发挥得非常出色 用自己独特的防守性切削和放小球战术 迫使对方难以进入到比赛节奏 一度比分上5比3战先 眼瞅着非常有机会抢下这一盘胜利 可是 从第九局30到30 在杰哈勒普二发时 那个赌错了的站位选择开始 胜负的天平突然很快倒向对方 战术调整得当 减少了自身失误 反过来压得正赛赛喘不过气的罗马尼亚人 连下十局强势完成逆转 7-56-0 听进温王女丹 第三轮 正赛赛在那之前一直打得很好 那布拉蒂洛娃说道 可是与钉尖球员对抗 机会稍纵即逝 再想把自己的状态提起来就很难了 从球场下来也和教练有过探讨 我跟他的差距 还是在体能和对比赛的专注度上 正赛赛自己分析到 其实前八局打得蛮好的 但那时候我体能有些下降 很多球跑不到位 自己也想打可是打不了 从五到五后就进入到他的节奏了 他一个球都不会失误 而我必须要自己去得分 可是脚越来越慢 总是跑不到位 都是他在调动我在跑 这就是差距 在这一点上 有一个数据统计很能说明问题 正赛赛美 打一分的平均跑动距离是104.87米 而哈勒普的付出 只有他的一半 53.85米 就像哈勒普赛后在接受BBC采访时所说 从三到五开始 我减少了失误 同时把节奏带起来 调动他多去跑动 局面慢慢就打开了 打这种高水平选手 如果想赢 你一定要一直保持在一个水准 正赛赛说道 你一降 他们不会降 一直保持很高的水准 而我一开始打很好 但后面降下来了 所以下去还是要总结 要练更多 如果我能维持一整场这样打 面对这样的球员也是有机会的 就像今天的比赛 虽然机会不多 但如果那一局拿下来了 可能局面也就不一样了 在正赛赛出局后 中国女王已经在今年温网单打赛场全军覆没 目前仅剩下彭帅詹勇然和杨昭轩沾好情 两对海峡组合 一级徐以凡达布罗斯基 韩新运库木纯 还存活在双打签表中 此外张帅和杨昭轩还将分别携手各自搭档角逐混双 图片来源 韩新运微博另一边 丽娜早前已经抵达伦敦 还与韩新运一起在全英俱乐部进行了训练 四年前她的职业生涯最后一战 就是在温网第三轮 败给杰克选手斯特里科巴 下周三 李娜将携手日本名将珊珊爱 出战元老组双打比赛 两人将与同组的昔日老对手克里斯特尔斯 竞争机身决赛的资格